大家好 我是非常喜欢车的小叶子 欢迎收看浙江电视台小强实验室 小叶子 最近我们一位同事问我 他想买一辆车价不到30万元的豪华SUV 选车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呢 今天我们小强实验室就来讲一讲 选择入门豪华SUV的9个标准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参加今天实验的有哪些车型呢 参加今天实验的入门豪华SUV有 奔驰GLA 宝马X1 奥迪Q3 沃尔沃XC40 林肯冒险家 雷克萨斯NX 这六款SUV是德系 欧系 美系 日系的入门代表车型 入门动力 小叶子 我发现买这个GPSUV选择入门车型较多 是的 如果选择车价超过30万元的高配车型 还不如多加几万元买更高级别的SUV 正是因为低配车型销量好 于是汽车厂家就动起了歪脑筋 甚至用低成本的三缸发动机来糊弄外行消费者 入门豪华SUV入门动力排行榜 排名第一是林肯冒险家 全系标配2.0T高功率版发动机 排名第二是沃尔沃XC40和雷克萨斯NX 沃尔沃XC40入门车型配备2.0T低功率版发动机 雷克萨斯NX入门车型配备2.5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 排名第三是奥迪Q3和奔驰GLA 入门车型分别配备1.4T 1.3T发动机 排名第四是宝马X1 入门车型配备低成本的1.5T三缸发动机 入门车型的动力走了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就是林肯冒险家 全系标配2.0T高功率版发动机 这个连主流40万元左右SUV都做不到 很难得 动力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动力越强紧急避险能力也就越强 另一个极端是宝马X1 入门车型采用的是低成本的1.5T三缸发动机 是的你看三缸发动机抖动大 相比同排量四缸发动机油耗高动力差 那么现在主流汽车厂家像别克福特丰田本田日产等等品牌 都陆续放弃了三缸发动机 那为什么豪华车还采用三缸发动机呢 很简单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呀 不过宝马还算诚实 官网和车书上都写明白了是三缸发动机 变速箱 入门动力匹配变速箱类型排行榜 排名第一是林肯冒险家和Lexus NX 入门动力采用高成本八速自动变速箱 排名第二是奔驰GLA 宝马X1 奥迪Q3 沃尔沃 XC40 入门动力全部采用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现在汽车行业把前悬架结构和材质作为区分车辆档次的标志 那么前悬架是分为双叉臂和麦福逊两种结构 入门豪华SUV都是采用麦福性前悬架 那么结构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要看一下百币采用什么样的材质 我们都说皇下重量一斤抵十斤 所以铝合金下百币才是真正豪华车的标志性部件 你看这辆车采用的就是铝合金的下百币 入门豪华SUV前悬架下百币材质排行榜 排名第一是林肯冒险家和奔驰GLA 采用铝合金麦福逊前悬架 百币价格1200元左右 排名第二是宝马X1 沃沃XC40 雷薩斯NX 采用铁质双层冲压件麦福逊前悬架 百币价格450元左右 排名第三是奥迪Q3 采用铁质单层冲压件麦福逊前悬架 百币价格350元左右 小孩子 前悬架除了看下百币还需要看什么部件 还要看一下前车轮仰角的材质 如果是铁质车轮仰角 那么它的缺点就是重量重 黄下重量越重的话 那么操控性就越差 如果连续刹车的话 铁质车轮仰角散热较慢 那么今天参加实验的六个车型 都采用的是铝合金前车轮仰角 表现不错 大家看一下 这辆车它采用的就是铝合金前车轮仰角 自适应巡航系统 自适应巡航系统作为主动安全的最高表现形式 属于高成本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可以大幅度降低驾驶疲劳减少事故发生 入门豪华SUV自适应巡航系统配备率排行榜 排在第一梯队的是Lexus NX 全系标配自适应巡航 排在第二梯队的是 林肯冒险家和沃尔沃XC40 一半左右车型配备自适应巡航 排在第三梯队的是 奔驰GLA 宝马X1 奥迪Q3 所有车型都减配自适应巡航 小孩子我真的没有想到 德系入门豪华SUV全部车型会减配自适应巡航 因为我国消费者总觉得德系车很安全 可是真正的安全 第一是防止碰撞 第二才是不怕撞呀 对吧 德系车自适应巡航在国内配备率低 就是欺负中国消费者不懂航 你看在新能源车时代 德系豪华车整体的销量走下坡路 那么减配自适应巡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SUV防翻滚系统 我们了解到SUV车身高重心高 发生翻车概率是轿车的9倍 SUV防翻滚系统是一种防止SUV翻滚的装置 它通过陀螺仪传感器监测车辆的行驶状态 如果发现SUV有翻滚可能时 会减小发动机扭矩 并控制一个或多个车轮刹车来恢复SUV平衡 阻止翻滚发生 入门豪华SUV防翻滚系统配备率排行榜 排名第一的是林肯冒险家和沃尔沃XC40 全系标配SUV防翻滚系统 排名第二是奔驰GLA 宝马X1 奥迪Q3 雷克萨斯NX 全系没有配备SUV防翻滚系统 后排座椅钢板 沃尔沃研究发现 放在后备箱里的雨伞 羽毛球拍 网球拍等物品 在追尾事故中 竟然穿透后排座椅靠背 扎进了后排乘客的身体 目前绝大多数汽车品牌 都是全品牌标配后排座椅钢板 但是仍然有少数品牌 致消费者安全于不顾 简配后排座椅钢板 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入门豪华SUV后排座椅钢板 配备率排行榜 排名第一是奔驰GLA 宝马X1 奥迪Q3 沃尔沃XC40 林肯冒险家 全系标配后排座椅钢板 排名第二名列倒数第一的是 雷克萨斯NX 全系简配后排座椅钢板 竟然用一块白色硬塑料板 代替钢板 座椅材质 我们了解到 纯粹从物料上来说 人造格成本不到真皮的八分之一 另外真皮有瑕疵 需要人工裁剪 人工成本高 而人造格是没有瑕疵的 可以机器裁剪 人工成本几乎忽略不计 综合计算物料和人工成本 人造格座椅的成本 不到真皮座椅的十分之一 如果把真皮座椅减配为人造格座椅 每辆车可以降低成本5000元左右 目前主流入门豪华SUV 一年销量10万辆左右 减配座椅材质 汽车厂家一年可以增加利润5亿元左右 入门豪华SUV 座椅材质排行榜 排名第一的是 林肯冒险家和奥迪Q3 林肯冒险家总共四款车型 有两款车型采用真皮座椅 两款车型采用人造格座椅 奥迪Q3总共五款车型中 有一款车型采用真皮座椅 四款车型采用真皮和人造格组合面料 排名第二是奔驰GLA 宝马X1 沃尔沃XC40 雷克萨斯NX 奔驰GLA和宝马X1 全系采用人造格座椅 沃尔沃XC40最低配采用织物座椅 其他款型采用人造格座椅 雷克萨斯NX 五款车型中 两款车型采用织物座椅 三款车型采用人造格座椅 通风座椅 通风座椅就是在座椅内部安装了风扇 这个风扇和车辆空调系统相连 当座椅内部风扇 把空调冷气吸入通风座椅小孔中时 座椅就会快速降温 由于通风座椅极大的改善了座椅和人体表面的空气流通环境 所以通风座椅成了夏季最重要的舒适功能 入门豪华SUV前排通风座椅配备率排行榜 排名第一的是林肯冒险家 除了最低配车型外 其余车型全部配备前排通风座椅 排名第二是雷克萨斯NX 只有顶配一款车型配备前排通风座椅 排名第三是奔驰GLA 宝马X1 奥迪Q3 沃尔沃XC40 所有车型都没有配备前排通风座椅 小孩子今天对比下来 奔驰宝马奥迪这么扣门 我真的没有想到 只要是高成本配置 能省的都省了 不能省的也省了 难怪有人说 入门豪华SUV买奔驰宝马奥迪 就是买了个车标和豪华都不占边 是的啊 买入门豪华SUV的时候呢 我告诉你啊 还要关注一下后备箱的容积 为什么呀 因为入门豪华SUV啊 车身尺寸不大 由于我国消费者啊 对于乘坐空间有较高的要求 所以呢 一些切厂家啊 把后排座椅向后移了 5到10厘米左右 这样呢 后排空间大了 后备箱啊 空间就缩水了 所以呢 买入门豪华SUV啊 一定要关注一下后备箱的空间 后备箱容积 入门豪华SUV 后备箱容积排行榜 排名第一是 林肯冒险家 594升 排名第二是 雷克萨斯NX 520升 排名第三是 宝马X1 505升 排名第四是 沃尔沃XC40 452升 排名第五是 奥迪Q3 450升 排名第六是 奔驰GLA 435升 小弟子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选择入门豪华SUV的九个标准 涉及到了动力底盘 舒适配置 安全配置 安全细节等各个方面 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一款SUV的综合实力 没错啊 希望我们今天的实验啊 对大家今后购车的时候 有所启示和帮助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说到这里了 红牙行业正气 披露行业内幕 这里是浙江电视台小强实验室 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国内各大主流视频网站 搜索小强实验室浙江教科 或者是通过微信小程序 搜索小强热线帮忙团 都可以找到我小叶子和大叶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